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是變數跟函數的概念 什麼是變數呢? 先前我們學到了很多二元一次的方程式 變數關係式就是從這個方面去出發討論的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題目告訴我們說 y等於2x 這是一個x跟y的關係式 這裡面的x跟y的值是變動的 怎麼說呢? 如果今天我帶x等於1 y就會等於2x1等於2 好,我帶x等於2 y就會等於2x2等於4 好,如果我帶x等於3 y就會變成2x3等於6了 好,這個 每個y的值都隨著x的值變動 我們就稱為這些變動的值較為變數 函數的概念跟這個有點像 他提到的說法是 如果在一個x與y的關係式中 我們給一個 給定喔 給一個自變數 x的值 好,就恰好只有一個對應y的值 我們就稱這種關係叫做 y是x的函數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y等於f of x 好,這種感覺就像說 舉個例子 今天有一個箱子 好,有一個箱子呢 我丟了一個x的值進去 好,丟了一個x進去 它產出了一個東西叫做x加2 那這個x加2的值我們叫它f of x 好,怎麼說呢? 好,今天如果 我丟的不是x 我丟的是2 相對它產出的就會是2加2 它的值就會變成4了 好,那如果我丟的是3 丟到箱子裡面 它產出的就會變成3加2 就會等於5 好,如果一個函數的式子 y是x的函數 我們可以寫成 右邊這個式子 以這個例子來說 好,f of x 就會等於x加上2 今天我帶2進去 也就是f2 f2的話就會是2加2 就會等於4了 好,如果我帶的是3進去 就會變成f3等於3加2等於5 這樣子的 給定一個x的值 我們就會算出恰好對應的y值的時候 這種關係我們就稱y是x的函數 好,那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來說 今天如果有一輛汽車 好,有一輛汽車 他行駛在高速公路上 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他的時速呢 我們知道是90公里 好,他的時速是90公里 90公里小時 好,我們以前學過速率的概念 速率的概念 是怎麼來的呢? 他的定義是這樣的 距離會等於什麼? 距離會等於速率乘上時間 好,速率乘上時間 那今天我們已經 告訴大家了 今天這台車的速率叫做 90公里 時速90公里 好,那代表說 每一小時他走的距離是90公里 那今天假設 我們 x小時 可以走 y公里 好,那我們要問的是 y是不是x的函數呢? y是不是x的函數呢? 我們從一個表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答案 舉例來說 好,今天 x跟y的 對應的值會是這樣的 今天 如果x帶1 y就會等於 因為這邊是90嘛 時速是90公里 所以 y就會變成 1乘上90 好,如果今天x帶2 y的值就會變成2乘上90 好,x帶3 y的值就會變成3乘以90 好,所以 每當給定一個 x的值的時候 y的值也就跟著對應去改變了 所以 這一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台車子 所走的距離 y是 x的 函數 這個就是函數的關係 好,以上是關於函數跟變數概念的討論 現在